前面四部都是生念处 第五部 受洗 第六部 受热 这已经达到了出肠 离生 喜乐 这里是受念处 出肠 离生 喜乐有五支 就是有五个特征 寻 寻 喜 乐 心 静性 这五支具体的内容 在第一集都很详细地讲解了 寻寻就是我们的思考 有了寻寻就有了心语 发誓语口就有了言谈 寻是寻求 寻求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 先锁定呼吸 这就是寻 寻就是视察 轻轻观察呼吸的出路和长度 这是寻 这时是有心语的 就像观察者在寻找和瞄准目标 然后静静观察 随着观呼吸的深入和专注 慢慢就能引发喜和乐 身心轻松愉悦 越发的空灵 如果持续 喜和乐会持续增长 当我们出现杂念或者昏沉 喜乐会消散 身心会变得粗重 这时候要调整 方法还是上面处理走神的三种方法 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使用 从这个阶段 可能会看到种种光或者影像 身体会有种种感受 不要觉得好奇 这些都是大脑几百亿神经元的 种种饭店的电信号 提醒自己的感受 比如看到观就提醒光 光 然后继续回转回来 安住在所缘 这里一定要注意 如果因为好奇追逐这些影像和感受 就容易出片 有一些人可能先来这个误区里很多年 追逐这些观影 整个人神叨叨的 想在冥想中有进一步提高 必须放下 有这些观影感受也不用害怕 先不用研究这些 当我们不关注它们 它们自动会变化消失 以后有机会再讲如何应用这些观影 第七步 觉住心形 从这里开始就是心念处了 经过上面几步 身心进度更专注更细微的阶段 呼吸就是一切 就是全世界 呼吸也会变得越来越微弱 心浅 念头一有跳动 会越来越明显 这里的心形 是意识上跳起各种细微的概念和思考 比如一句 入膝短 这里的每一个字 首先代表一个概念 代表种种概念的文字 又组合成一个句子 这个句子就包含了自己的思考和决定 引发我们发起语言和行动 这也是巡视 观察到这些想法和念头 然后拉回来 简单直白地安住在呼吸上 第八步 除足心形 除就是去除 放舍 随它去 不去分别 念头越来越少 都一并舍去 轻轻安住 随着进一步的专注和放舍 去掉了巡视 就能进入二禅 断了巡视 就没有了心语 放下思虑 这在冥想中非常重要 一定要把握住 否则无法上升 如果不知道的 自己再去看一下第一集 包括二禅的四肢 在第一集也讲了 二禅叫定身喜乐 有四肢 内等经 喜乐 心意尽性 第九步是决心 决心就是觉察意识整体 从这一步开始 就开始说如何调整 因为冥想过程中 我们的心会出现种种情况 或者心飘走了 或者低长了 或者被什么事 时时捆住 这里是根据心的状态做调整 怎么调整呢 就是下面三步 第十步 心做乐 心做乐就是调整身心 偏向于乐 为什么偏向乐呢 打个比方 就像在高速开车 如果时间久了 时机就容易困 怎么办呢 让自己高兴起来 所以当发现心 懈怠低下了 就要可以去修乐 怎么可以修乐呢 有很多种方法 第一 修庆幸心 人员众生 都在追逐外在物欲的享乐 从而引发焦虑 或者中欲的状态 而我们能把心沉浸下来 享受自己内心的寂静和安乐 通透即然 不从外求 而且有正确的方法 这概率是千分之一 万分之一都不为过 这非常稀有的 也是非常值得庆幸的 二 修持心 就像上面天下太平一样 把我们内心的安乐散布出去 愿自己能安乐 愿自己的家人 朋友 同事 邻居 同一个小区 同一个城市的人 都能享受这样的安乐和寂静 愿自己幸福安宁 愿家人幸福安宁 愿朋友们 同事们 全国的人 愿全球的人都能幸福安宁 第三 修念死 我随时都会死 但我还活着 还能呼吸 我要珍惜当下的这一刹那 还有其他方法 有机会再细说 这些方法大家都可以试试 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 能触动自己心的方法 第十一步 心作舍 就是把心收射回来 心太高太散的时候 要收射回来 收射六根 放射 进入初禅 要舍掉五盖 进入二禅 要舍掉寻室 进入三禅 要舍掉喜 进入四禅 要舍掉热 这些都是不断收射的过程 方法还是上面的那些方法 下面一起把之前剩下的三禅 和四禅都一并讲了 三禅是离喜妙乐 有五支 行舍 正念 正知 深受乐 心一尽兴 喜是心上的喜悦 乐是身上的乐处 舒服 耍 喜和乐的关系和差别 我们说说万美止渴这个案例就清楚了 曹操行军时 军队缺水 天气炎热 将士们都不想继续再走了 但水源还距离很远 为了加快行军速度 曹操就骗将士们说 前方不远处就有梅林 那里的梅子 哇 现在又大又圆 那酸那甜的 哎呀呀呀呀呀 大家吃梅子去喽 将士们想着那酸溜溜的梅子 哇 都流着口水 欢欣鼓舞地往前走 这就是心上的喜 最终曹操带着大家 顺利到达了水源 喝上了水 这是深深的乐 为什么是离喜妙乐呢 喜在山残就属于干扰了 所以要舍去 因为舍去 才产生更微妙的深乐 什么是行舍呢 就是舍掉了喜 舍就是平等 不分别 随它去了 正念就是如实想着 意着 心心念念在这里 正知就是如实保之 是觉察 深受乐和心意尽性 就不解释了 四禅是舍念清静 有四肢 不苦不乐 受舍 念 心意尽性 什么叫舍念清静呢 舍就是舍掉苦乐 忧喜寿 舍掉寻思 念就是保持正念 因为舍 所以能达到清静 三禅到四禅 要舍掉乐 达到不苦不乐受 所以是受舍 因为三禅 还有对喜的执着 到了四场呼吸自然停止 到达这一步不要害怕 继续安住就行 也不要刻意避弃 刻意避弃不算 呼吸停止是自然而然的 第十二步 星座解脱 指的是心被牵肠住了 用种种方法解脱出来 具体的方法还是之前讲过的那几种 第十三步 光无禅 从这里开始修光 前面不管修到哪一步 无法继续深入的时候 可以转到修光 修光能培养定力和会力 经过前面的练习 我们就很清楚 呼吸一直是无常千变的 其中的喜乐 寻思 思考 概念 都是无常千变的 乃至于一般人觉得腿疼 身体的各种感受 各种光 气脉 境界 我们所见 所听 所常 所触 所闻 所想 这些都是无常变化的 现在脑科学的研究 已经证实了 这一切 只是大脑对几百亿神经元的 不断放电产生的解读 到了四禅 就有能力脱离这个身体 能看到意识和身体的关系 就像司机和汽车一样 司机借助汽车 能扩大自己的行动范围 司机也可以从汽车中脱离出来 大脑和这个身体 就像汽车 只是工具 精神是使用者 同时又被这个身体所制约 但是这个精神 这个我 又是谁呢 有些人说 这是灵魂 不 所谓的灵魂 也只是 一直在 迁流变化的意识 没有任何的实质 只是种种的习惯 和执着产生的力量 当我们借助 定和会的力量 就能看清楚 这个世界的真相 第十四步 光离欲 光离欲要舍弃 对所有境界的贪恋 欲界 有欲界汤 色界有色界汤 无色界有无色界汤 当我们刷着手机时 已经很难放下了 到达四肠八定时 那种愉悦更难舍弃 我们现在说 大家都容易理解 真正在那个状态下 那是真舒服 已经迷在其中了 根本舍不得放下 所以 要在当下的境界中 继续光离欲 确认这些都是 无禅千变的 没有一个可以依靠 大家都想求财 都想有名誉地位 包括我自己 我们要生活 也要养家糊口 也要钱 写了这些文字 做了这些视频 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人 让自己和更多人受益 但要知道 我们所能做的 只是把握住当下 不断挑战自己 去做正确的事情 而且尽全力做好 一切都是无常千变的 持有则比有 持无则比无 我所能做的 就是把对大家真实 有帮助的内容 分享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 了解大家真实的需求 是什么 至于其他的 还要看大家的反馈了 所以 还是希望大家 能够以举手自劳 点赞 收藏 转发 一键三连 多多支持 这样能帮助自己 也能帮助更多的人 得到平安喜乐的人生 第十五步 光灭 光一切都已灭去 或终将灭去 原来属于我们的 过去的都已经过去 未来的还没有到来 第十六步 光气舍 光所有的一切都愿意放下 光灭 光气舍 这里并不是让大家躺平 这只是告诉我们事实的真相 当我们把希望放在房产上时 房产会崩塌 放在家庭上 家庭会破碎 放在钱财上 钱财会消亡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谁身上 最终我们会发现 谁都是无常的 靠不住的 我们唯一能把握的就是当下 在当下做正确的事情 做正确的决定 做完之后再放下 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事情呢 将此生心奉承产 不负此生 不负当下 好了 今天把光呼吸 十六特圣和三长和四长都讲完了 真正修起来 需要一些时间 有基础的可能七八天 没有基础的可能要三五年 大家不要着急 只要努力修一封 就能感受到身心在变化 这是2600年前的圣者们 所流传下来的方法 不同于市面上充斥的仿冒品 虽然他们把那些仿冒品的效果说得天花乱坠 只是希望得到你钱包你的钱而已 真正的正念冥想 是非常朴素 非常踏实的 再次希望各位 点赞收藏 转发关注 一见三年 我是你好阿涵 休息正念冥想 十六年 正念冥想 我是认真的 谢谢各位